如今的艺人是越来越懂法 稍有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 都会用法律武器来解决 杨阳公司岳凯娱乐发表律师声明 对于之前网上盛传的杨阳 在与上海新文化国际交流 有限公司的官司中败诉进行回应 称其为不实消息 该回应主要阐明五点 第一 杨阳与上海新文化国际交流有限公司之前 已达成和解 并于2018年12月13日取得调解出予以结案 杨阳履行完和解义务 对方却违约 不仅不履行自身义务 还反复利用调解出的执行效力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杨阳方已通过法律程序 重新启动该案再审 任何断章取义 传播不实消息的行为 均涉嫌侵犯杨阳隐私和名誉权 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该案的进展情况 杨阳方会事实则机 公开细节 让公众了解案情进展 有媒体爆料杨阳 于2019年3月4日 首次被上海市鸿口区人民法院 列入被执行人名单 并称其是首位 被法院公开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人 该消息一出 立马在网上引起热议 于是有网友到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 并查到了杨阳的信息 2016年 上海新文化国际交流有限公司 筹备拍摄轩辕建汉之云 并首先确定杨阳 担任该剧男一号 据当时爆料称 杨阳出演该剧的片酬 为一千万 不过最终杨阳 放弃出演该剧 剧组不得不 临时撤换演员 更换全新班底 进行拍摄 男主角改为 比杨阳大三岁的张云龙出演 有网友爆料称杨阳 凭借旋风少女 盗墓笔记人气大涨 于是在一千万的基础上 要求涨价 片方同意后不久 杨阳突然又无缘无故弃演 但愿意按照合约规定 按照原定片酬 赔偿剧组损失 日前也有网友表示 杨阳当时之所以弃演该剧 完全是因为该剧题材问题引起 还有网友认为 不管是什么原因 就是违约了 剧方当时没拿这件事炒作 竟然觉得难得 PS拐杖军有感 目前是什么情况 外界还不得而知 但既然杨阳公司 已经发表声明称 已经通过法律程序 重新启动该案重审 并会适时公开 案件进程和细节 那么得知真相和结果 也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大家还是理性吃瓜 等待最终结果吧 最终结果